根据医学汇报的研究分析显示 骨质疏松症所导致的髋关节骨折 一年内的死亡率高达20% 台大医院金山分院就特别成立了金骨粒卫教中心 透过门诊医师的评估转介 进行骨质疏松症的检测 筛选出确诊为骨质疏松症的患者 透过专业预防医学教育防治 一对一卫教服务 让骨质疏松症的民众提早治疗 预防骨折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攀升 长者往往跌倒造成骨折 才发现患有骨质疏松症 而研究也发现 因为骨质疏松导致的髋关节骨折 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 有鉴于此台大医院金山分院 特别针对道院就诊的病患 透过门诊医生的评估与转介 进行骨质疏松的检测 筛选出骨质疏松异常的患者 共有50多位并成立金鼓立 卫教中心希望透过高品质的教育防治 提早治疗预防骨折的发生 那为了要防止骨折 我们台大医院金山分院结合了各个专业 那这些专业包括医师 物理治疗师 我们的营养师 我们的药师 还有社会工作师 各个专业还有护理师等等 我们希望能够让民众 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跟知识 在家里面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那另外可以最重要的 就是避免造成骨折 经鼓励卫教中心结合医师 护理师 药师 物理治疗师 营养师与社工师等六大专业 为骨质疏松的民众 提供高品质一对一的卫教服务 为了让服务不只是没有效益的宣导 每次卫教都只预约六位的患者 让每位民众都有充分的时间 与各专业面对面 进而对自我状态 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结合我们医院的专业知识 如果我们筛选出来属于高骨折的危险群的话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附近物理治疗师 可以到家里去看看 如何避免这些长辈 居家环境避免他跌倒 因为我们不在所谓很多 医生听一听说 我们就比较少了 比较少了 不然这些都不较少 这样就感觉有了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做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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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现场的民众表示 透过这样子高品质的卫教 可以知道以前不知道的 骨质疏松保养方法 除了药物治疗还可以透过几个附件动作 饮食控制来改善骨质疏松 预防骨折的发生 而未来金山医院也预计 针对骨质疏松筛减异常的民众 进行居家安全环境的访试 希望透过卫教以及居家环境的改造 养成民众生活的良好习惯 也让家变成一个安全的环境 不再让跌倒成为骨质疏松民众的当前大敌 记者 廖品涵 金山采访报道